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以前182集 难不成自己瞎编的这个方法真的能够跨过吊桥吗 看到眼前的变故 张帆心中不又闪过了这个念头 在众人目光下 木板上面的鲜血被一点点的吸收 当所有鲜血都被那木板吸收完之后 那晃动的吊桥仿佛是不再拙力一般 一点点的平复了下来 恢复成了最初的样子 看到这样的情况 身材偏瘦男子对身材偏胖男子说道 吊桥出现了这样的异象 会不会代表着吊桥上面的危机已经解除了 要不我上去看看 那你去试试吧 身材偏胖男子应允了下来 不过仍旧不放心地叮嘱 小心一些 身材偏受男子重重点头 而后便抬起腿来缓缓地跨上吊桥 但他脚尖刚刚置于吊桥之上 还没有落在了桥板 那吊桥上面的气息瞬间变得紊乱起来 甚至可以说整个墓葬里面的气息都变得紊乱起来 紧跟着便见到一个黑色光影 从墓道深处朝着身材偏瘦男子的方向飞了过来 几乎是瞬间便飞在身材偏瘦男子近前 这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之前那种类似于鳞片的锋利杀气 身材偏瘦男子急忙催动挺着真气 侧身一躲 方才看看躲过 而后那类似于鳞片的武器又以奇快无比的速度 再次飞回了墓道深处 那身材偏瘦男子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 而后把目光投降得身材偏胖的男子 书子看来这危机并未解除啊 张凡也是十分适时地接了一句 姚村长跟我说过 必须得是三名血族人的混合血液 如果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虽然吊桥也会出现异动 但是危机却根本不能解除啊 身材偏瘦男子看了一眼张凡 而后眼神里浮现出了一抹寒意 紧紧地攥了攥拳头 哼 这坑人的中介 张凡顺利地 把两人注意力引在了三种血液的问题上 而他呢 也是彻底摆脱掉了撒谎的嫌疑 咱们先走吧 一方一会有人过来看到咱们 听到身材偏瘦男子的话 众人都是点头 而后便一起出了墓葬 等跨过那条黑水沟 身材偏瘦男子便掏出手机来 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 话从对面 传出了一个清脆的男生 欢迎致电 毕城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我是前两天下订单 要学足血液的人 这血液出了问题 让你们的管理人员跟我通话 先生您好 请您描述一下问题的情况 如果不描述 我不能帮你转机我们的管理人员呢 听到这话 身材偏瘦男子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愤怒 但是也只能把问题说得出来 我的要求是 三名血族人的混合血液 可你们根本没有满足我的要求 你们当我是傻子是吗 身材偏瘦男子 还是比较少愤怒的 至少张凡和他见过多次 这还是张凡第一次见得发火呢 可这次他是真的急了 因为城公就在眼前 但他却无法够到这个城公 先生您别生气 我这就把事情汇报给领导 行 你快去 我等你们领导来答话 张凡一直站在他的旁边 把两人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大概三四分钟之后 话筒对面传出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您是李福强先生是吗 不是 我是李福运 李福强是我弟弟 他在我旁边的 你好 李先生 刚才客服人员已经跟我说了您的问题 可我们的确是按照您的要求办的 找到了三名血族中人的血液混合起来 才给您送过去的呀 你给我送的血液根本没有达成我想要的结果 还有 你们怎么证明这些血液就像你说的那样 是三个血族中人的血液混合而成的呀 我们这里有关于三名曲血人的血族人的信息 这信息呢我们可以给您发过去 信息可以作假 这我们不会作假的 我们 对面的中介男子还想解释什么 但却被李福运给打断了 行了 别跟我解释了 我告诉你 我这里还剩了一些你给我送的血液 我可以把这些血液拿到医院里面检测 让医院为我检测出来 这到底是几个人的血液 如果事情真到了那一步 我必然会让你们这个中介机构 申办名列 先生 您不要激动嘛 我是售后部门的 并不是行动部门的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去找行动部门的人核实一下 看看他们在行动过程里 是不是有什么疏忽的 或者说有蒙骗的行为 等核实完毕 我马上再跟您回电话 如果真的有这两种行为 钱我会退给你 或者说 您愿意继续接受我们的服务的话 我们会继续为您服务 我也不是什么不同人情之人 那就按照你说的办 不过 我只能给你两天时间 是 两天之内 我一定给您答复 随后 李福运便把电话给挂了 背后 又妄想张帆 小伙子 你是留在村子里 还是跟我们回呀 如果要回去 我们会像往常一样 给你支付工资的 你这已经雇了两个人了 人手也够了 我就不跟你们回了 不过你得保证 下次下幕还会带着 我的目标 是墓葬里面的金银财宝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